再来关心国内政坛 为了宣传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行政院昨天在YouTube放上广告 结果不到半天就因为被网友检举而遭到移除 行政院长陈冲表示会再深入了解 而行政院已经和YouTube说明 强调这只是宣传手法并不是诈骗广告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很想用几句简单的话让大家能够了解 但是啊几句简单的话实在无法说明这么多的政策 听经济做就对了 这是行政院为了宣传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16号晚间在YouTube推出的广告 但放上网站不到12小时 就被网友向战方检举而遭到移除下架 连账号都遭到封锁 在网友备份的版本上 不喜欢这支广告影片的人 甚至比观看次数还要多 有网友就认为这支广告根本不知所云 40秒广告宛如国王的心意 却看不到经济动能推升方案具体内容 可见政府的态度太高傲 甚至也反奉政府 是不是利用负面行销宣传手法 陈聪说还要再了解 歌员被问到也很尴尬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提出五大政策方针以及25项具体做法 广告的总论片完全看不到 才上传网络就被检举诈骗 连带使得相关系列OL片 青年片老板片全被停权 快速下架 行政院说要用创新手法宣传政策 这回宣传效果果真达到了 却是短命的负面宣传 UDN TV 蓝优胜乙志刚台北报道